おです おです 是一個尊敬語 過去我們學過 一般尊敬語 お加動詞的mas 型加になります 這裡呢 是把後面的になります 全部省略 即使是動詞 我們現在把它當名詞用了 加des 就好了 可是因為動詞的語尾 本來的お加mas 型加になります 這個敬語動詞的語尾 已經消失了 消失了之後我們沒有辦法表示 時態 這個時候お加mas 型加des 它的時態 就必須我們自己去想 不是從des來變喔 這個des不會動 你是必須去想想什麼呢 到底是mas 還是ています 還是ました 也就是 我加mas 型加des 的這個尊敬語 已經沒有時態了 你必須從句 去判斷 它是一個未來式 還是進行式 還是過去式 我們看一下第一個例句 お子さんは いつお生まれですか 你的小孩 什麼時候會出生啊 當然是什麼時候出生啊 お生まれ お生まれ 本來的お加mas 型加になります 直接用一個お生まれです 社長 社長 お客様がお待ちです 社長 客人正在等著呢 お待ちです 應該是 お待ちになっています 是ています 正在 第三個例句 お客様がお好きです 客人 來了 つきます 到達 所以這邊本來應該是 お月になりました 或者是 つきました 這應該是過去式 お加mas 加des 的句型特殊 就在這邊 請各位務必小心判斷